这是在南投的例行产业道路发生了一起的意外 当时满载的13名工人的踩查车坠落山谷 消防人员出动了直升机已经将13个人救出来了 其中有6个人重伤7个人轻伤 分别送到了包括基督教医院还有荣民医院 最新的消息我们交给朱显明 好 主播这一起呢 这踩查车的意外呢 是发生在今天呢 凌晨上午的时候呢 有13名工人呢 他是呢急忙的来坐车上山要工作 却没想到呢来袭击的例行产业道路呢 相当宅小的脆软难线的时候呢 不慎泛落到了山谷 因此可以看到了空情总队呢 紧急出动直升机 飞到了这个靠近离山的这个地方呢 来搭救呢这个受伤的工人下来 其中呢6名的伤势比较严重的这个伤患呢 是用这个直升机带到这个边境以后呢 赶紧的送到普里基督教医院呢 以及普里荣民医院来紧急救治 其中呢他们大部分的伤势呢 集中在头部呢 颈部呢还有这个头皮的伤害 其中最严重的是呢 有人脊椎呢 甚至呢是还撞到了脊椎 导致了严重的伤害 而其他的7名的伤者呢 大部分呢都是骨折 但是呢这些踩查车意外 由于南投这一边呢 山上的茶园呢陆续呢 经常传出说有满载超载这个踩查车 因此呢发生意外呢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的 不过这次呢 索性呢是没有造成这个生命的危险 但是呢其中的6名重伤的患者里头呢 他们的伤势呢都相当的严重 甚至呢是有生命的危险 而索性呢目前呢 还没有传出人命的伤亡 主播 好我们看到13个人都被救出 有6人重伤 7个人轻伤 这是我们掌握到目前最新的消息